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宜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5月23号星期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个小时的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 其实要开口说英文这件事 虽然说现在大家会觉得 要具备有双语的能力 好像是一直以来 无论是世界各国 好像都在推行的事情 那你说英文嘛 好像就是大家必备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不是念英文系 或是说你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办法用到英文 或是说英文这件事就 就是应该就是留在国高中了 就是国高中之后 好像是跟我无关 但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具备双语能力 当然对你 譬如说求职也好啊 你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也好啊 阅读能力也好 其实蛮好用 其实别的不说 你说你上网购物也好 其实我觉得蛮棒 你可以买到世界各国 现在其实是无国界的一个 全世界嘛 但是你要说到英文这两个字 其实讲起来真的压力 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呢大家会觉得说 可是我英文程度就不好啊 或是我开口就被人家讲说说 我英文好像念起来有点可笑 然后大家就在怪说什么 啊我们就是没有那个环境嘛 我们又不是念美国学校 啊我们又不是在美国生活 我们就是没有那种 全英文的环境 所以我们英文当然不好啊 诶各位 今天有一个人 竟然要来我节目当中踢馆了 因为呢 我看了他的这一本书 会觉得说 有这么神奇吗 然后他开了这个 线上学习的这个课程 已经这么多年 然后累积了这么多的粉丝 跟使用者 好像是真的这么一回事 我们今天赶快来请他出来 现身说法一下 救救大家的英文 如果大家会觉得 对于自己的英文 完完全全就是没把握 或是觉得说 啊我已经年纪已大 虽然我很想学英文 但是就会觉得很害羞 没有办法开口的话 今天请到西平方的执行长 Charlie来救救大家 欢迎Charlie 哈喽 宜佩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诶Charlie 你创立这个西平方哦 其实在台湾也是小有名气哦 蛮多人会使用到 你们这个线上学习系统 可是最近出了这本书 叫做英文自学关键教练 西平方 嗯 到底这个西平方 你怎么样创立 以及就是说 你当初是怎么样 能够创立这个平台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学英文没那么难 嗯 其实一切都要从 大概二十多年前 二十至于做多少 对我就不便再说了 但是二十多年前 我的父亲啊 他带着我做过一个 叫做英文魔鬼训练 这样子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 让我可以在一个暑假 其实是三十天之内 呃 透过魔鬼训练 快速地提升英文程度 提升到什么程度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 呃 高中一年级 对 那呃 那个暑假 大家都出去玩嘛 只有我被按在那里 然后乖乖地跟爸爸做魔鬼训练 嗯 呃 当时我们花了三十天 每天 其实魔鬼训练真的很魔鬼哦 是每天学大概 九到十个小时的英文 好痛苦 听起来就很痛苦 我用听了觉得很痛苦 对 事实上非常痛苦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爸爸不断的 他当然是有点半逼迫式的 带着我们去做 但是慢慢的我们养成习惯之后 呃 三十天也就像数馒头 这样数过去 嗯 过完了以后 我们当时并不觉得说 呃 感受到自己英文 有什么明显的进步 可是开学了 到学校里高二了 然后那个高中英文课本 呃 发下来以后 从头翻到尾 竟然没有一个不会的身子 什么意思啦 对 就变成是我发现 我的英文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同学 那课本对我们来说 根本学不到新的东西了 也呃 其实不只是高二 到一直到高中毕业 到我呃 大学 到我出国留学 呃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呃 美国长大的ABC 好扯 所以呃 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我学英文的经历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嗯 那也就是因为 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后来我才决定 从美国念书回来以后 呃 跟我弟弟一起创业 我弟弟其实当初 是跟我一起做魔鬼训练 他也感受到这样的 魔鬼般的成效之后 我们都有呃 这样的共识 觉得说 爸爸的这个魔鬼训练 太强了 那呃 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他们都享受不到 那怎么办 我爸爸又不能复制给他们 所以我们要想一个方法 做出一个系统 可以帮助那些 我们的朋友们啊 其他想学好英文的人 也可以学好英文 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Charlie的这本书 因为我看了这本书 其实我真的很想认识你爸 因为我会觉得你爸太神奇了 因为大家会想说 啊 那你不能这样说 那Charlie可能是 他爸爸就是英文老师啊 或是说 他们家庭背景就很好啊 就是什么天之聪颖啊 就是有这样的天赋 啊 我们就是没有天赋 我们就没办法学 可是认真去看了一下 这本书才发现 你爸真的是神人中的神人 你讲一下爸爸的背景好了 对 大家会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 没错没错 很多人都以为我爸是教授 或者以为我爸是什么教育专家 对啊 对 但其实都不是 我爸爸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军人的世家的小孩 然后从小接受我的爷爷 就是他的爸爸的军事化管理 那他的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找世 在高中就过世了 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 去受到高等教育 所以他高中毕业就必须要去当兵 然后读军校 然后继续很快的要出来赚钱 养他的四个弟弟 他家是五个男生 所以非常辛苦 那等到他出社会的时候 发现那时候是70年代 台湾是所谓的出口王国 就是做出口贸易嘛 所有年轻人想要出人投地 大概就是要去做贸易 一定要做贸易才会赚钱 那爸爸就想说 做贸易有什么条件 那时候唯一一个报纸上看到说 真人 但是这个做贸易就要略安英文 要会英文 对 那爸爸什么都不会 英文一点都不会 他就想说怎么办 去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在施大念书的朋友 就教他说英文怎么念 没有一个方法 就是苦读再苦读 对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苦的 土法炼钢的方法 去读了20本的 那时候有一本杂志 叫读者文哉 现在应该绝版了 那是英文版的 叫Reader's Digest 他去读了20本之后呢 他的英文程度是累积下来的 他是不断的 而且他读的过程中 其实非常辛苦 因为他是一面打工 一面养活自己 一面去苦读 一面开车 当家司机嘛 然后利用那个晚上载人的空档 然后插着那个点烟器 上面的一个小灯泡 黄黄的灯泡 在那边一个字一个字苦读 真的是寒窗苦读 没错 读了一年之后 给他读出来了 他这20本读者文在看过之后 发现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从原本第一本杂志 他可能假设一面有500个字 对 里面也许有250个都是不会的生字 这样的情况下开始苦读的 然后读到最后一本 他整本下来也许200页的书里面 只有三四个不会的单子 那个程度的提升是非常 他自己感受的出来 看得到那个进步 那另外一方面除了阅读之外 他也大量的去听 他把那个广播节目的 这个英语教学录下来 然后开始 那个时候还没有 所谓现在的什么电脑网路 那时候就是录音带 然后录下来 然后开始倒带重播 倒带重播 为了要不断的听外国人怎么说 他这个过程啊 更辛苦 因为你倒带 有用过录音机 录音带的人大概才会知道 你一直强烈去使用他 他很快会坏掉 很快会坏掉 所以他暗坏四台录音机 就把英文的听力啊 口说能力啊 也训练到 就是可以接近跟外国人沟通 是完全无碍的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爸爸真的是神人 对 可是他是 他的所谓的神 是靠所谓的毅力换来的 他是很 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 然后每天每天的努力 他读的量 比我们多了不知道几十倍 上百倍吧 因为他也是每天花九个小时 十个小时在读 可是他读了一整年 他整整一年都在累积 那到他的这个经验啊 把英文学好了以后啊 当然他就顺利进入贸易公司 可是他后来发现 他为了要做更多国家的生意 像中东的生意 像欧洲的生意 就是我们英文左边到右边 我不认识阿拉伯人 对 阿拉伯文是从右边写到左边 是相反的 很有趣 对 我小时候就是看爸爸在写阿拉伯文的那个姓 就觉得 你为什么要从右边开始写 爸爸竟然可以自学阿拉伯文 就是意思就是说 假设 因为现在 现阶段在台湾人 全民在封什么 全民在封投资 对 大家就想说 有什么投资心法 可是哦 今天Charlie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没有学英文的心法倒是什么 没错 其实像 那时候我的父亲他学各种语言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他是为了要 改善自己的生活 为了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来学习 那个动机就相对的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 包括我自己在跟爸爸做魔鬼训练的时候 我其实是没什么动机的 就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学英文 当然啦 我唯一能够坚持下去的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爸爸的手上的鞭子 就是那个三十天 在后面说 哎 你要不要学 我跟你讲铁的几率还是有效的 对 偶尔要铁的几率 不要一直都爱着教育 不然今天就不会有西平方出现 那是完全正确 因为爸爸他其实传承了爷爷的这个军事化管理 然后他就帮我跟弟弟 我们那三十天魔鬼训练 有点像是那个 真的是军事化的暗表操课 早上几点 七点半来吃早餐灌洗这样子 然后八点钟准时开始上课 上到中午午休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继续上课上到傍晚五点六点 哎终于可以下课了 下课 唯一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奖励 就是下课以后带我们去运动 去打球 那我们那时候高中 这算奖励哦 这是我们 对我们来说是奖励 因为我们那时候青春期 国中高中阶段 如果有一个家长 爸爸 尤其爸爸他是孩子王 他其实很爱运动 他带我们去打球是很大的奖励 因为我们自己去打不好玩 有爸爸带就很好玩 了解 但是那天如果下雨呢 我们就很痛苦 因为辛苦了一天没有得到回报 真的觉得很痛苦 但是因为这样子又有惩罚 又有奖励的机制 让我们就这样子 一直半推半就的走完三十天 可是感受到 这三十天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一生 因为我后来发现 也是到后面我才知道 我人生中其实没有什么 再另外花时间学英文 可是我的英文程度 已经可以达到 变成接近母语人士 以至于到我后来23岁 我人生第一次出国 因为人家一直跟我说 你是不是ABCABC在美国长大 我跟他说 我人生第一次出国是23岁 而且在那之前 我从来没有补过任何英文的补习班 好扯 让人家都不相信 甚至外国人也不相信这样子 我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以为我是当地的华人ABC这样子 了解 今天Charlie真的跟 可以跟我们好好来分享 如何学好英文的这个心法 其实要进广告之前 我必须要呛了几件事情 就是我们从一路以来 听大家学说 我跟你说学英文 有好几派说法 有人就说我跟你讲就是你不会单字 你就是什么都nothing啦 就是你就是要一直背 背单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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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abulary 就要一直背背背背背背 背完之后你才会看得懂嘛 然后有一派人就说 不是 学英文就是不要背单字 你就是要一直听 一直听 一直听 有人说一直看一直看 可是我跟你说 看一篇文章 你看到不懂的字 你真的不插 手真的会很痒 而且会挫 好不好 到底西平方是怎么达到 我们待会广告之后 好好请教Charlie 好的 星期天的早上十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 有够近 我是一配 想要学好英文 其实现在在线上 已经有一个行之有年 而且已经让蛮多人成功的一个 线上教学的系统 今天西平方的执行长Charlie 他最近又出了一本书 要来救救大家 其实我必须要跟Charlie坦诚 在一路的学英文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遇到挫折 其实我们就是道听途说了很多方法 然后去执行完了之后发现 根本就没用 对 譬如说我之前被丢到国外去 就是游学三个月好了 你说我一直把这个国外的电视打开来听吗 我就会听得懂吗 可是我认真觉得 我就是听不懂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话题 所以其实我就算听两百遍 我还是听不懂 到底学习语言 我们是必须要在 让自己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 我们没有办法铺在全英文的环境 我们到底要怎么弄 会比较好 对 其实一辈刚刚讲到这一点是 有一个我们应该说很多人都提倡的 就是学英文要有环境这件事情 我们讲了另外一个专业的术语 它叫做immersive learning 就是沉浸式的学习 你学的过程中间不是只是拿着那个 阅读的文本啊 拿着那个单字卡起来一个一个十倍 你要去透过环境 就像你在星巴克在Starbucks 要点一杯咖啡 你如果只是阅读文章 在那边看那个大杯小杯 然后这个是latte 那个是cappuccino 完了我根本记不得 你记不得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实际走一招 然后去尝试着自己点 但是当然是在你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 不行 那种叫做情境式的学习 你如果没办法自己去做 你要跟着有办法带着你去做的这样子的情境 所谓的情境就像是 假设你人已经在那边了 就有那个环境 像你当初去这个留学 包括我去美国的第一天 我那时候二十三岁 在美国留学的第一天 我第一个进去的餐厅叫做 是一个台湾也有的叫subway 然后因为我就看到那个台湾也有 觉得应该是可以吃的东西 不用担心 走进去发现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根本看到一柜的那个食材跟酱料 它上面完全没写那是什么东西 什么是什么 就是this this this就好了 对 如果是我就是 那样子 就用比的就好了 但是它距离有点远 所以你比的时候不一定比得准 怎么办呢 完了完了 所以我的前面刚好排了五个人 在在点餐 排队点餐嘛 对 那我就赶快走到前面去偷听 那个第一个人在点什么东西 哦这个是叫做halapeno 一个简单的我会 什么番茄什么 完了你讲了第一个我就听不懂 然后我看到那个 halapeno halapeno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结果 我后来等到我自己点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说我也要halapeno 然后就 我后来知道halapeno 是一种墨西哥小辣椒 那种辣椒很好吃 但是我吃辣嘛 所以我就之后每次必点 halapeno 对然后另外一个酱料 叫做vinaigret 它是一个叫油醋酱 对 对这种东西 如果你不会点 基本上你是吃不到的 所以为了要吃到这个东西 我就从前面的人去学 这个过程 我听了一个人两个人 三个四个人 到第五人换我的时候 我就会讲了 那这个过程叫做 沉浸式的学习 叫做勤浸式的学习 可是你要怎么样确保 你人今天在台湾 你并没有那个前面五个人跟你讲啊 你要怎么确保自己 也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个帮自己创造这个环境 非常重要 现在啊 多亏现在的科技 现在的技术 现在YouTube的影片 已经非常多 或者是 有些人说看美剧嘛 很喜欢追剧 什么house of cards 那个紫牌屋什么 都会非常好看 我也超爱追剧的 可是 这些剧都是很好的素材 你可以跟着它的环境 情境 时空背景 去学习里面的英文 但是但是但是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一定要切记 就是 你在选择你的教材的时候 首先第一点是 你要选择到正确的内容 因为你要知道YouTube上面做影片的人 很多不一定是美国人 他不一定是正确的母语人士 他讲了错的东西 你一学到了以后 我自己就深受其害过 学错 然后结果到美国去跟一个很好的朋友 这样子讲 结果从此他不跟我当朋友了 就是 他觉得你侮辱他 他觉得侮辱他 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学错的东西比学 比照这个 在网上随便学来说 比没学还要更可怕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的选择 再来就是 你要另外一点要切记的就是 你去选择美剧 或者说好莱坞电影 去当做你的素材 很棒 很有趣 娱乐性很高 可是你要记得 你不是在娱乐 你是在学英文 你不要觉得说 我今天看完这个电影 看完这个剧 就赶快追下一步 因为 我要看剧情 我要看下一步 不是 你说 你说纸牌屋好了 你看了第一集 你说我不要看第二集吗 我就是 很想要 有时候你知道 我们就会忘了 学习的目标 我们就想 不知不觉 我们就看了十集 这就是 你要非常小心的地方 因为追剧 我们这个叫 beach watching 这个概念就是 一集接一集 一集接一集看 一天看就 叫什么 beach watching beach watching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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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ching 他就是说 追剧追到那种 停不下来的那种 一次看十集的那种概念 这就是沉浸式的学习啊 不是 这个叫沉浸式的娱乐 就是非常的欢乐 你一直想要追他的剧情 但是 真正你要透过这个学习的话 你要看 首先你要有英文字幕 你一定要对着看 你的中文英文 对着看 能够看懂 而且这个字幕 还不是为了娱乐 去帮你翻译的很优雅 甚至照你的文化 去讲那些笑梗 那些给你 这种的字幕没有用 因为你学不到任何东西 英文的字幕要够好 中英对照要够好 然后你在学过程 绝对不是看过一次 你就会学会 不可能 所以啊 你为了追剧 一直追下去 是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停下来 一句一句的重复播放 那有人就会说 那这样子 就很无聊啊 就是没有乐趣啊 我可以跟你说一件事情 就是 学习这东西 不可能那么有趣的 学习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 关键 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我书里面 一直不断地提到的就是 你要有计划的 间隔式的 我们叫五次间隔学习 你要复习 它的关键就两个字 叫做复习 学一个东西 你一定要在有效的时间之内 复习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 第五次 这个东西 是爸爸当初在学 自学了这么多语言嘛 德文 阿拉伯文 英文的 以后 归纳 统整出来的一个结果 用在地理跟我身上 魔鬼训练之后 有效 后来呢 他才发现 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 就已经被理论证实 这个是一个叫 真的假的 移忘曲线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 移忘曲线 对 任何事情呢 只要你有经过 适当的 有效率的复习的 五次之后 它就会成为你的 永久记忆 从原本你一次 也许只记得20% 到第五次记得 95%以上 它就可以变成 永久记忆 所以为什么 为之强调 学英文 不要背单字 我讲的 不要背单字 不是说单字不重要 是那些单字 你要累积 但是累积的方法 不是拿着单字卡 在那边死背 然后今天背20个 明天就有40个 30天之后 你就有6000个 不可能 可是这是很多 很多人都这样学 很多人都这样学 你知道单字卡 卖多好 没错 但是它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应付 你明天要考的考试 单字卡这个东西 帮你背起来的内容 只能变成 你的短期记忆 包括我自己 也曾经这样做过 在爸爸帮我 魔鬼训练之前 考前的半个小时 我那20个单字 一定可以记得 然后我可以考100分 但是考完之后 大概只要三个小时 我就把那20个单字 忘了17个 所以等到总复习 要模拟考的时候 我全部要重新再背过 这个叫做短期记忆 那我们提倡的就是 也不是我提倡 是爸爸带着我 做的魔鬼训练 是强迫我每天 在复习 复习5次之后 这些单字 我从来没有 这样子去背过 拿着单字卡背过 可是我在30天之内 累积了超过3000个 以上的单字 那这些单字 它的记忆流存的程度 一直到我 我是16岁那一年 做魔鬼训练的 一直到我23岁 出国的时候 通通都记得 人家以为我是ABC 所以它效果 非常非常的持久 我觉得你们 就是研究出来了 就是西平方 已经研究出来 一套系统 而且是证实这套系统 你在17岁背的 到23岁你还记得 你说你17岁背的 你17岁半还记得 我可以理解 可是到23岁你没道理会记得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没有这样子 一直去不断的repeat 去highlight这些单字 或是highlight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你根本 是不是应该会忘记 因为你每天接受的资讯 很多啊 其实我觉得今天Charlie 讲到一件事情 也是在譬如说 以前大家一定有听过 为什么广告 一直要重复播放 要重复洗你脑 因为根据调查 广告只要重复播放15次 它就会进到你的脑子里 其实是跟西平方 一样的理念 一样的理念 因为它的15次 是因为你没有 那么专注的去听它 然后你要洗多次一点 可是我们很专注的 在学习上面 然后有效率的复习的时候 5次 就是它的黄金关键数字 所以5这个数字一定要记得 有效的时间之内 复习5次 这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 其实我们在学的过程中间 还有很多的这个所谓 特别重要的观念要记得 只要你掌握这些关键 我先把这5个关键 简单的列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5次间隔学习嘛 学5次不要死倍 再来有一个叫 视性跳级学习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反惰性学习 这是人之常情的惰性 然后再来 刚刚前面也提到的 沉浸式的学习法 然后最后一个是叫 母语式学习 这几个东西 如果你可以掌握到的话 我书里面都很详细的 在介绍 你要怎么做到 还有它的概念 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都可以掌握的话 其实不只是英文 任何语言都一样 我的父亲学4个语言 我自己英文日文 我都有这样子学过 所以其实 我可以感受得到 它的效果非常强大 就像 其实在 这也像那种叫做 像你骑脚踏车好了 你小时候学过 也许骑了20年没有再骑 但是你也不会 拿到脚踏车 不会忘记怎么骑 脚踏车这种事情 就跟滑雪一样 对 就是你一旦会了 你这辈子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所以我讲的 这样的学习员的方式 他就跟你 在骑脚踏车 在滑雪跟游泳 是一样的概念 你20年之后 你再来看它的时候 你也不会忘记 我其实要跟Charlie 分享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我人生当中 英文程度最好的时候 应该是在我小学 因为我在天母 就我被我爸爸丢到一个就是 那就是前的美女的补习班 可是我在那个美女补习班里面呢 我从来没有看过书 就是我没有翻开书 然后叫我背里面什么单字 我们在里面都在干嘛呢 就老师每天就是画 譬如说九宫格 然后冰果系统 然后告诉你说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譬如说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 那个放了很多的 譬如说动物的模型 然后他讲了某一个东西 我们要去拿到那个东西 然后我们为了想要赢得那个礼物 想要连线 所以我们就会很努力的去记 我从来没有背过那什么 Kangaroo怎么拼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拼 可是我都可以讲得出来 那时候大概是我六七岁的时候 可是之后我的英文程度 什么时候可以变烂呢 就是我进了国中 开始我必须要 为了应付课文 然后我要背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友好变烂 而且那个瞬间各位听众朋友 你去想想看 你有没有曾经你在 其实对于英文 你从来没有去背那个单子 而且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要用do 什么时候要用does 我从来不晓得 可是我不会用错 最奇妙的是我到了国中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在背说什么 那个什么动词 什么ing 那个要干嘛干嘛之类 突然变烂耶 好我们广告之后 各位是不是也有这个疑虑 为什么我曾经以前 好像曾经英文好像还不错 在你还不懂英文的时候 但你刚真的开始念英文的时候 反而英文变烂了 关键点在于哪里 我们广告之后请教Charlie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5月23号星期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有够近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是 线上有一个已经很夯的 学习英文的这个平台 叫做西平方的执行长Charlie 在节目现场 听说你们现在在西平方 除了英文也有日文 我上去稍微看了一下 但是我必须要说 因为其实很多人 对于学习语言也好 一定都会有一个不好的记忆点 会有阴影 那这个阴影会造就你一辈子 会觉得每次听到这些事情 就会觉得有不好的回忆出现 你就会害怕 然后就会抗拒 比如说我不好的阴影 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就是我英文程度烂到一个爆 可是我会一直想说 我应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说我能够在国小的时候 英文很好 然后我也觉得学英文是很快乐 那到底为什么台湾人的转折点 跟转类点是不是都跟我一样 到了真的学文法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行了 对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学生 或者他的家长 来跟我问这个同样的问题 他就说 我的小孩都上那个全美语的幼儿园 全美语的国小去补习补了六年 补到国中为止 OK结果上了国中以后 即使他以前补这个全美语 讲英文讲得很溜 可是上了国中 他怎么考试都考不及格 然后才发现问题点出在 国中开始真的 所有的考试 我们的课纲 非常着重在文法的教学 对 对那即使到了今天 我们那个年代 还在那边背什么文法公事 到现在文法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他也是考试必考的东西 可不可以不要念文法 来来西平方可以叫我们不要背文法 就可以念英文吗 应该是说 对我觉得文法不是用背的 文法这个观念 它是一个帮助你学好英文 甚至不是学英文而已 学任何语言 这个文法都是学好它的一个工具 而这个工具 如果你把它当成公式在背 或者当考试的科目在背的时候 它就很痛苦 就像我们早年在那边背那个文法公式 S加V加O等于直数据这种公式 讲了 我头好痛 我头好痛 我想要揍你 就是很可怕 对这种 我们还要背文法公式 什么意思 我们又不是要背什么数学 三角函数那种感觉 可是我们以前为了考试 就必须要强迫你去背什么 直数据否定据 分别是什么公式 那种东西你光是背了半天 你根本就不知道 真正英文它是怎么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死背了半天 那东西你永远用不到 你就学不会 对 可是在我学文法的过程中间 爸爸带我做魔鬼训练的过程中间 我们用的方法是 完全不去背它 反而是在学的情境过程中间 今天有一篇文章 他用到了这个文法观念 假设它是一个假设语气好了 听起来就很痛苦 但是我在学的过程中间 我爸并不特别的叫我去背 说这是假设语气 他只是告诉我说 你英文这样子用的时候 你会用过去式 或者说你这个会用什么东西 去描述它 这样子的用法 在这样的语气里面 它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也许就是要讲说 这是一个假设 假装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假设语气怎么用 来来来老师 其实这个要讲到 可能你等一下头要痛了 因为如果你说什么 你要示范一下 就讲我头不要痛啊 对啊 我们传统那种在讲假设语气 都是告诉你说什么 与过去式时相反 你就要用过去完成式 然后后面你要加过去完成式 然后后面的主句 你要用这个过去式 这样的说法告诉你了以后 你整个头就晕了 包括我自己 我那时候在这样子听的时候 我也整个头晕了 可是当我看到一个实际的情境 发现说 在那个新闻里面 原来他是这样子讲的 然后原来这样子讲的结果 就是告诉我说 哦原来他过去 假设这个人 他没有做这个事情的话 他就不会被抓去监导官了 那这样子我就发现 原来他没做 那个事情叫做 与过去的事实相反 他其实已经做了 但是他讲那时候 如果他没做的话 他就不会被抓去监导官 这就是一个假设语气的 基本概念 可是你当你是利用 实际的生活中的案例 去了解说 哦原来他没做这件事 他就不会怎么样 那你就知道 原来他是这样子用的 可是你反而是去背 那个什么 与过去式时相反 那个不行 可是你举了一个例子 我就可以理解 对 就是我就有兴趣说 哦原来如果这个例子 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这个样子用 对其实我刚刚举的一个例子 他已经是我们要学的文法 我们说国高中 要学的文法里面 属于比较艰深的部分了 其实从什么名词 动词八大词类开始 从什么时代开始 都是都是文法 这文法重不重要 还是重要 为什么 我们不是美国人 我们没有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个星期七天 整天通通都在接触英文 所以他们 他们可以从爸爸妈妈的 示范中间得到最正确的 这种英文的使用方法 他的文法是不知不觉间内化 在他的日常生活绘画里面 就像我们学中文一样 我们也没学过文法 但是我们会用 对 可是我们没有那个环境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 还是要先了解文法的概念 你才有可能 用最有效率的方法 去学好这个语言 所以你问我 知不支持学文法 我绝对支持的 只是学文法的方式 你千万不要去 像传统的那种背公式 用传统的那种考试 然后一个选项定生死的 这种概念去学 那样子学 你只会背了一堆公式 然后不知道怎么用 了解 反而是你从过程 这个情境的过程之中 去了解 他的文法是怎么使用的 这是一个关键点 第二个关键点是 那如果是这样 单字到底要不要背 对 其实单字是很重要的 应该是说 学英文 单字就是组成英文 这个语言的最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每个语言都是 都是单字 对 它是一个语言的最重要 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一个一个的智慧 那你要累积足够多的智慧 你才有可能善用这个语言 今天如果 我有一些学生他问我说 我今天只要跟我的客户 做生意 我是不是只要学商务英文 商务英文 而且我只要学我自己的领域 我只要高尔夫球生意 我只要会高尔夫球的品牌 我只要会高尔夫球的球具 就够了 我不想再学那种 什么其他的 跟这个不相干的东西 我刚好以前就是做高尔夫球 在美国 在一间高尔夫球品牌上班 我每一次的成交 都不发生在会议室里面 我跟客人解释 产品的特色的时候 我的成交都是发生在 会议结束以后 我们约去一个sports bar 就是到一个当地的这种 喝两杯 然后在喝两杯的过程中 聊什么 聊NBA 所以你不可能只会 你的业务上的专业术语 你就可以去善用它 那反观就是 我们学这个语言 学英文这个语言 你不可能只会某些单字 所以要不要累积 你必须累积足够多的单字 你才有可能在生活中善用它 当你累积越多 你能用的场合就越多 你就会更有信心 就像你今天 某几个特 像我自己 我在美国 我有一个室友 他每次闻到 我自己在炒一个洋葱炒蛋 他就一定要来吃一口 这样子 那那个美国人 他就会问我说 你怎么炒的 就是说这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解释 我用的是锅 还是中国的锅 不是他们那种平底锅 不一样 那个在英文里面都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会这些东西 我可以跟他解释 我们的炒 跟他们的烤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用这些英文 去教他以后 这都是生活中的累积 累积出来 我才有办法跟他沟通 我因此而交到一个 很好的朋友 到今天为止 我跟他都是很好的朋友 这样子 所以你要善用英文 然后去交朋友也好 去认识文化 走出世界 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要累积 但是但是 回过头来千万记得 不要拿起单字卡 在那边猛背 甚至以前也有人 拿着什么字典 还听过有人背字典 有啊 那个很清楚 以前的年代 真的很多人用过 很多土法练的方式 没错 背字典这个事情呢 其实有很多知名的 这个英文老师 是背过字典的 但是背字典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是说 他不对不好怎么样 他很辛苦是一定的 但是你背字典的 当的同时 你如果要真的 靠这样子 达到能够善用英文的情况 你要看很多很多的例句 那个字典的例句 千万不能漏 千万不能跳过 你要知道 各个例句里面 他的这个字 是怎么应用的 因为一个字 可能有五个意思 五个意思里面 它分别在不同的前后文 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所以你每个都要去善用 去了解 那样的学习 才叫做有效的 反观我们后来 很多人在拿单字卡背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字 然后一个中文意思 你这样子去背 我可以保证 你永远不会用这些字 没错 因为你 你也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 什么场合 你可以用到这些字啊 而且真的在这个场合 送你那个东西 档案也叫不出来 没错 你就是完全 对我在这个场合 可是我不知道 要叫哪个档案出来 没错 就是像有些人 他在写一个商业开发信好了 然后他要英文写 结果他竟然先在脑袋里面 构思好了一篇中文的信 然后再开始 Google字典开始查 我这个中文要翻成什么英文 结果一打进去 发现有20个英文字 都适合他 我懂然后你就不知道 选哪一个 对那样用哪一个 他就选了一个 看起来很厉害 很fancy的 看起来很长的一个字 结果美国人看不懂 因为没有人这样用 所以这叫做 在专业数里叫做word choice 就是选字 真正要选出对的字 你必须要在当下 那个同样的情景 你有看到别人怎么用 你把它内化消化 变成你也会这样用 这叫做真正的 学会一个字的用法 其实我觉得 今天Charlie这样讲 大家如果用中文去想 也不 大家也可以理解 比如说你当然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中文 去形容一件事 你也可以用 比较优美的中文 去形容一件事 你也可以用很高级 假批的中文 去形容一件事 去看你的程度在哪里 所以你要与时俱进的 你跟不同人说话 又用不同的单字 这太重要了 可是问题是 中文我们懂啊 可是英文的话 我们就是要不断的 靠这个累积 你才有办法知道说 我在这个情境 用这个单字 虽然同样的意思 有二十个 可是我可能要选 哪个单字是最适合 最怕的就是 你假掰了之后 结果你用错了 然后人家听不懂 就像我们很多中文 很多人喜欢讲成语 结果讲了一个 牛头不对马嘴的成语 这样子反而让人家觉得在看笑话 是了解 好那C平方的这个线上学习系统 你们是怎么样去营造 这么多人成功的在学习英文 其实这个系统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我们的系统最重要的核心 还是我刚刚讲到的五大理念 就是有这个间隔学习 这是最重要的核心 因为你在外面任何一个补习班 或者任何 不管线上的也好 线下的也好 任何的学习模式都脱离不了 今天我们上课 然后回家你要复习哦 因为我们下次要考试 没错 大部分都是这样走的 可是呢 身为学生 我包括我自己 没有跟爸爸魔鬼训练之前 老师说回家考试 我会怎么办 考试前一个小时 我开始临时抱佛脚 你讲得太好了 这个东西是99%的人都这样做 真的有计划去复习 去准备的人一%都不到 没错 所以呢 我就是那99%的人 所以我都失败了 我都变成短期记忆 考完还给老师 直到爸爸帮我做魔鬼训练 所以我们的这个系统 它要带给大家的 就是这个能力 它帮你设定好 你的学习计划 复习计划 人呢是很被动的 人呢也是会偷懒的 而且人是很怠惰的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要怎么克服它 有一个我们叫 反惰性的学习方式就是 你要帮自己规划好 你所有的复习计划 这些复习计划 你没有规划好 你绝对不会去做 所以我帮你全部 规划在这个系统里面 而且会用最有效的 复习方式去帮你 安排你的复习进度 因为如果你根本 一般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 是今天复习 还是明天复习 还是隔五天再复习 比较好 可是我们知道 你们已经计算出来了 对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我们把它直接 排在你的学习计划里面 我们唯一要求的就是 你每天播出一点时间来 就一堂课也许就是 播出一个一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来上来学习 然后在这过程中间 你不只是会学习的内容 我们帮你安排了复习 帮你安排了测验在里面 所以每天的进度 你只要照着走的话 你自然而然就会 复习到五次 那这个过程 你根本不用去想说 我是怎么安排 我自己的复习计划 因为你不知不觉 就已经复习完了 然后再加上 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一个 在系统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叫视性 然后又跳级 视性这个概念就是 我们讲说 以前说这个 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程度 所以以前用大班制 这种放任式的 这种统一 用同一个教材 肯定会 程度好的人觉得无聊 程度不好的人 觉得跟不上 可是我们给他的课程 就是今天我的程度 分十个等级 假设我已经可以判断出 你的程度在程度三 我就会给你比程度三 稍微再高一点 那这个高一点 是什么概念 要跳级 为什么要跳级 因为如果我们像以前 那个英文教科书 教科书怎么样 大概给你五到 四到五个percent的生字 也就是大概 五百个字里面 会有二十个 叫你学的生字 可是我们现在的课程 是让你有至少 二十到三十个percent的生字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你如果一直活在 你的舒适圈里面 就是说只学一点点的话 我懂 不够 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好比 现在健身很夯 如果你一直在你的舒适圈 你的那个 那个公斤数都没有往上加 没错 你就不会成长 没错 你肌肉不会增强 必须强迫自己进步 了解 我们最后一个阶段 再请Charlie跟大家讲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测试了这么多年 大概大家如果跟着 西平方一起学习 你们有测试过 大概用多久这套系统 我们大概就可以觉得 英文好像有进步哦 这是大家最关键的 我要做马上回来 青天雨天 每一天都像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 最有近 5月23号 星期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今天西平方的执行长Charlie 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通常西平方 已经在网路上执行了这么久 然后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假设我们真的 今天真的很有兴趣 据你们的观察跟了解 大概我们必须要跟这个系统多久 我们才会觉得说 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哦 有进步哦 是 其实从14年 我们推出这个线上课程 恭喜不备以后 到今天为止 已经有超过5万个学生 在上面跟我们一起学英文 而且成效非常的好 但是每个人起点 的确都不一样 有人他的起点是 也许我就拿多亿成绩来看好了 也许有人从多亿200分开始 有人从多亿500分开始 有人甚至他已经拿到金色证书 他多亿已经有890分以上的成绩 他还是要进修 为什么他觉得我要达到母语人士的程度 我要变成DJ 可以用全英文来跟大家讲话 这样的程度 所以起点不一样 可不可以学 都可以学 不管你的程度在哪里 都可以学 前提是你只要会26个字母 然后你会简单的自然拼读 发音法 就可以这样子学 那再来就是 你会怎么样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其实我们台湾人 从小到大学英文 绝对不少 我们学的时数不少 没错 被怎么样逼迫的 考试逼迫去背的单字也不少 我们流的泪也不少 没错 但是呢 我们因为那些东西 都没有拿出来应用过 所以过往我们最熟悉的是 所谓在书面上的这种阅读啊 或者这些单字长什么样子 但是你一听到他的声音 你就会觉得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火星文吧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好懂哦 对 因为那个 你去看那个Discovery的频道啊 你把它打开广告的时候 它是没有字幕的 结果你会发现那是火星文 是 可是你其实注意一下 如果你把它字幕打开 你发现其实里面 没有很多声字是不会的 嗯 很多声字你都学过 你肯定都学过 只是你听不懂它的声音 那这样子呢 反而是你要训练听力 最快的这样的阶段 就是说我们其实过去累积 被强迫逼 逼着背了不少单字 但我们不知道它声音的连结 所以我们这样子 跟着我们学 其实只要大概一个月 你就马上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听力 飞快进步 因为你脑袋里面的知识库 这种字库 已经累积了不少 你只要把它跟声音连结起来就好 就是你只要把它唤醒 没错 你要知道说Apple 原来是听起来是这样 不是APPLE 不是APPLE APPLE 然后后来我们听到这个字 想说什么 那个字是什么 不知道 你只要知道在生活中它怎么用 然后它的声音长什么样子 它就很快的会 把你的记忆唤醒 所以我们台湾人去学 我们并不是英文程度 不是那么好 我们反而是只是听力需要再磨练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在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把听力累积起来 但是 但是 再来下一个阶段就是 你听完 你要换你模仿嘛 你要去模仿跟着它说 所以在下一个阶段 你会感受到自己的口说 跟着外国人的这种腔调去调整 然后跟着正确的这种学习方法 书里面都有教大家 怎么好好的练口说 你只要照着做的话 其实两个月的时间 你会发现换你开口了 你也可以说出流利的英文 只要对了场合 一样的内容 学过的内容 你开口去说 没有问题 听你听查理这样讲 我觉得好 突然觉得好正面 对 但是 我还没说完 还有但书 可不不要 没有还有但书 不要泼我们冷水可以吗 其实前面这样 当然听起来很棒 很美好 听力口说提升得很快 对 但是学英文呢 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性 不同的目的性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英文程度提升到很高阶 就像我可以去听懂一个美国大学毕业典礼的 像哈利波特作者J.K. Rowling的毕业演说 哇 他那个潜词用字用得非常深 对 你要怎么样提升到你可以听懂呢 那个要大量累积单字 大量累积这种英文用法 那种东西就要靠时间的累积 没有第二个方法 我那时候花了三十天 每天十个小时 总共三百个小时 我累积了三千多个单子 你要听懂这种大学毕业演说 要一万个单子 那一万个单子要多久呢 一年吧 我觉得一年的累积你可以达到 但是你人生中花一年累积到这样子 然后你换来你一辈子 英文流利变成人家以为你是ABC 我会 我愿意 我也觉得愿意 而且重点是大家去想一想 假设如果这个Charlie的爸爸 可以按照这样子的学习模式 他可以自学这么多的语言 是不是我们今天跟着西平方的这个系统来走的话 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学到别的语言 用同样的同样的学习方式 没错 所以我们在提倡的是一种自学的方法 那我们这个课程已经像刚刚提到的 已经有日文了 我们有学日文了 再接下来我们也会 你要看阿拉伯文了吗 我爸一直在叫我说走阿拉伯市场 不会吧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也知道 还有很多的语言是台湾人更喜欢的 像西班牙文啊或者法文啊德文啊 韩文韩文啊很多人啊 韩文也很多人喜欢 但是我是觉得理论上来说 所有的语言通通都可以的 但是我们会希望啦 我们也是希望帮助所有的台湾人 想学好各文员 真的希望大家走出去 我爸那个年代是做贸易走出去 现在这个年代是 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人才要走出去 我们靠线上现在就可以走出去多好 我们还不用出门 我不用跟人家 我们还可以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可以在线上学习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只要Google 西平方就有了对不对 没错 西就是那个 希望的西 希望的西 平方公尺的平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上网Google 西平方就可以找到这个线上的学习系统 也不要忘记去 看看我这本书 英语自学的关键教练 了解 非常 非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